第2881章斩草 藤蔓速度之快 道无痕立马提起速度 在交错的藤蔓中绕来绕去 十人花的藤蔓也跟着一起去绕来绕去 王藤一直注意着这边的动静 眼看实际成熟了 对着道无痕喊道 无痕 实际可以了 收到 道无痕嘴角上扬 回答着 脚步骤停 十人花仿若察觉到了道无痕的动静 立马提高藤蔓的速度 高高扬起 用尽全力朝着道无痕刺来 速度之快 带着凌冽的风 裹挟着气势 如果被这么刺中 能刺穿肉身 刺破结界 在快要刺中道无痕的时候 道无痕眼睛都不眨 侧身一偏 藤蔓速度太快 没有收回来 没有刺中道无痕 重重朝着十人花的根部扎去 扑呲 十人花被自己的藤尖给扎中了 整个植物不停颤抖着 王藤健壮 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对着植物根部接连几掌打去 手掌一手 手上的几根藤蔓尽数斩断 道无痕侧身躲过那道袭击之后 转身跟着招十人花打去 十人花遭受到了重创 受到了危害之后 感知到了深深的威胁之后 趋利避害 收回蔓延在外面的藤蔓 想躲藏进入地下 王藤他们不会让藤蔓就这么躲藏进去的 植物躲藏在地底下 加上这么灵活 到时候王藤他们想要抓住十人花 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 公子 快 他要躲进去了 道无痕见十人花藤蔓迅速收回去 手急眼快 抓住了一根藤蔓 力气之大 带着他亮枪了几下 道无痕脚踩着地面 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王藤藤空而起 手执着修罗剑 闭上双眼 用自己的神识查看一下 十人花的根须 根须是十人花汲取营养的来源 十人花之狡猾 没有让自己的头部出来 一直都是藤蔓将人裹着拖进地下 进行蚕食 微风吹拂着王藤的发须 王藤眼睛一睁 双目勤明 手腕一翻 空间中的暗影之力尽数为王藤所用 以王藤为一个据点 风迅速扭动 王藤眉目舒展 对着道无痕喊道 无痕 闪开 道无痕听到王藤的声音 里面闪身离开坑底 站在恩年他们的旁边 看着上方的王藤 王藤大喝一声 给我死 用力劈出一剑 修罗剑发出了嗡名声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 对着石人花的根须的方位重重一批 咔嚓 修罗剑的剑痕批断了石人花的根筋 石人花还未来的集 全部躲藏进土壤里里面 整个土地被修罗剑批出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硝烟弥漫 风渐渐停息之后 露出了千疮百孔的地面 石人花之前吸食了太多的雨水和人类 被王藤一剑批斩了之后 里面的液体也跟着喷涌了出来 再发出来的恶臭味迅速飘了出来 令人作呕 呕 这味道呕 凯西想感慨一下 说了几句 那味道又飘了出来 他一时没有忍住吸入了大半 又呕了出来 立马屏息 不敢再开口说话 王藤 你们弄出来的 能不能将这个味道散去 呕 不行了 不行了 我要远离这边 受不了了 其他几位长老也跟着开口 结果开口没有说几句也跟坎西一般模样 一直待在旁边 味道太冲了 他们便离开这里 在一个能看到王藤他们的地方停下来 等待着王藤他们后面的打算 道无痕没有抛下王藤 但是也被这个味道弄得有些上头 他没有开口 因为他知道 只要自己一开口就肯定能跟坎西他们一样失态 王藤旋立在空中 距离地面还是有些距离的 味道飘了上来 王藤一向不是委屈自己的人 这样的活交给九头龟吧 反正他都许久没有出来了 正好让他见见失眠 王藤嘴角上扬 眼中狡黠一笑而过 眨眼的功夫 九头龟就出现在了王藤的面前 九头龟笑呵呵问着王藤 王藤 你咋想起来让我出来了呢 我跟你说啊 吞金兽他伤已经好了 嗯嗯 什么味道 哦 九头龟出来还兴奋跟着王藤说着话 突然闻到一股恶臭味飘来 他没有忍住 立马就呕吐了起来 耳朵一动 捂着自己的鼻子抬头 看着一脸正常的王藤 疑惑问道 你刚刚是笑了吧 没有 王藤立马进行了否定 坚定摇头 九头龟一脸疑惑 不可能 你肯定是笑了 我刚刚明明就听见了 王藤一脸无辜的看着九头龟 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有干 在九头龟没有看到的地方笑了一下 九头龟也不去计较这个事情了 他皱眉 有些难受的问着王藤 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我告诉你啊 别算计我 九头龟实现警告王藤 王藤这人一肚子坏水 若是不是先说一下 指不定被他怎么折腾呢 说完他便朝着四周看去 他现在才反应过来他们在空中 距离地面还有些距离 不过也是从九头龟一脸 贤气地转移实现 看着王藤 王藤单笑着 你知道极品玄金暗金吧 所以我才让你出来的 极品玄金暗金 有这样的货色 你不早点喊我出来 在哪里呢 我看看 我要是能得到一两个修为肯定 不对 不对 按照王藤你这样的坑货 有这样的东西会好心告诉我 九头龟从兴奋中立马冷静了下来 他了解王藤 好事指不上 坏事一定会让他来 肯定没安好心 他控诉地看着王藤 王藤抱着胳膊挑眉 看着九头龟 并未言语 但是九头龟已经知道了王藤的意思 直接炸毛起来 不是 不会让我去那个坑里面吧 那里面那么脏 那么乱 还有那么多藤蔓 你让我去找极品玄金暗金 王藤 你良心呢 我好歹跟了你那么久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脏活累活全都是我干 你看看吞金兽啊 第2882章悲惨的九头龟 九头龟的惨叫声响彻云霄 王藤在九头龟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直接将九头龟扔了下去 内心一点愧疚都没有 处于降落状态的九头龟 稳住自己的身体之后 抬头朝着王藤的方向 王藤笑着对着九头龟挥挥手 九头龟立马破口大骂 王藤 你个杀千刀的 我诅咒你 你地纸服 警号美元服地纸服 姓王的 下次再有这种事情 我还相信你 我就是王八 我地纸服 警号人民币服 九头龟骂骂咧咧的声音 断断续续传上来 王藤心情很不错 地对着九头龟笑着说 你本来就是王八 不用下次了 见九头龟依然这么有活力 王藤便放心地来到道无恒的身边 道无恒笑着问王藤 公子 九头龟这次估计会有心理阴影了 没事 过一会儿见到极品玄金按金给他几个 他就恢复了 他这样我才习惯 前些天去看吞金兽 他整个龟处于萎靡的状态 都黏了 王藤眼神中充满着笑意 九头龟对于上次在九头蛇那里 差点让吞金兽出事一直自责着 虽然后续吞金兽恢复了正常 九头龟也没有以往那么活跃了 他本来也没有想让九头龟出来 也是突然想到 现在看到九头龟跟以往一样骂骂咧咧的 他就放心许多了 道无恒见九头龟虽然之前抗拒 但是一到坑底 就开始哼吃哼吃地找极品玄金按金 找到一个能从他的龟脸上看到兴奋 便放心将这边交给了九头龟 也是公子 接下来打算如何 他们这边动静这么大 肯定会引来其他人 到时候极品玄金按金的消息散发出去 肯定会有无数人钱来争抢 这些事情还是要早做决定 王藤耸奸 无畏道 走一步算一步败 来一个对付一个 来一群对付一群 王藤知道道无恒的担忧 自信说道 他不怕那些人 只要有本事能从他的手里抢到极品玄金按金 他无话可说 两人说着其他的话题 沉迷于找宝贝的九头龟并不理会上面的动静 他已经想好了 这么好的宝贝 他一定要从王藤手里面坑出几个 他是从边缘开始寻找着 地上零零散散掉落着极品玄金按金 感慨道不愧是极品 遭受了王藤他们这么强的冲击力 居然没有受到一丝影响 精体纯粹 对于修炼有极强的好处 吸收一个我就能突破我现在的修为 要是吸收两个还能往上冲冲 要是可以 我真的一个都不想给王藤留 这个姓王的 简直就是个黑心犯 归归我真的是命苦啊 之前多么潇洒自在 多少人害怕我 现在呢 却在王藤手底下干活九头龟别别嘴 嘴上不停骂着王藤 但是内心对王藤的意见没有那么大 但是也不想让王藤太得意 嘿嘿 我能听见哈 王藤站在上面 居高临下的看着九头龟 笑咪咪说着 九头龟哼哼唧唧 听见就听见 我哪句话说错了 我告诉你啊王藤 也就你能这么使唤我 要是其他人都没有那个命 吃事事 我们九头龟大人最是厉害 王藤跟着附和着 哄得九头龟高兴了 连着说 我知道有多少极品玄金暗金 顾摸着那些缝里面也会有 你多注意一下 还有 我之前给你的一些法器 里面好像有个屈臭的 你找找看 怕九头龟熏晕过去 突然想起来他之前见过那个屈臭的法器 不过当时他们觉得没有多大的用处 给了九头龟之后 不知道他会放到哪里去 九头龟听到王藤的话 直接扭着屁股对着王藤 表达自己的意思 看见九头龟这个样子 不禁低头失笑 王藤看了一下时辰 温和告诉道无痕 时辰不早了 你去跟恩年长老他们说 让他们不要等我 我这边弄好就过去 好的 公子 道无痕并不担心王藤 他们就在附近 哪怕王藤他们解决不了 也还有吞金兽和九头龟撑着 便安心离开了 你看看我对你好吧 在这里陪着你 王藤席地而坐 撑着自己的下巴 对着九头龟调侃说道 此时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 一提 你要是针对我好 就下来陪我一起找 九头龟土糟说道 王藤摇头笑着拒绝 那不行 我在上面给你看着人呢 你要是无聊了 接着骂 我不还口 九头龟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王藤并未瞧见 不过瞧见了也不会说什么 两人安静了一会儿 经过一段时间的稀释和风的作用 恶臭味已经消散了许多 不过还是有残留的味道 在可忍受的范围之内 王藤闭上眼睛 安静地等着九头龟 四周静谧 只有风吹动树叶和九头龟寻找物品的声音 九头龟专心找着极品玄金暗金 来到裂缝旁边 他透过裂缝能够看到里面被斩断的植物根系 粗壮错综 且还在冒着液体 恶臭的来源就是从这里飘散出来的 本来已经适应了恶臭味的九头龟 一靠近这里 没有忍住 又开始呕突了起来 我姓王的 你说的法器不抵用啊 面对九头龟的质疑 王藤表示爱莫能助 这我不知道了 那个法器好像是从少工圈那里抢到的 那就只能是少工家族的偷工减料了 你忍忍 就那块地方了 找完之后 我带你去见其他人 九头龟见王藤不抵用 就没有多说什么 搜寻着其他散落的晶体 没有一会儿功夫 九头龟就收齐了所有的极品玄金暗金 对着王藤兴奋喊道 我找齐了 你把我弄上去 我累了 不想飞 九头龟傲娇说道 王藤也没有废话 掐了个绝 就让九头龟回到上面来 还未开口说话 就被九头龟身上的味道给熏到了 你不是小心越过了那些地方吗 怎么身上还残留着这些腥臭味 王藤有些不解地闻着九头龟 双手一挥 九头龟身上的味道就消散了 九头龟这次冲着王藤的脸 直接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第2883张空门 换你 你一样的 说不定比我还要臭 九头龟偏头 直接将极品玄金暗金吐出来 吐槽说道 王藤数了一下 摇头看了一下九头龟 不说话 用眼神一直看着 九头龟被王藤的眼神这么一看 莫名感觉有些心虚 但是一想到这是自己应得的 就有了底气一般 怎么 这是我的劳务费 你不能吞了 九头龟仰头一字一句控诉着王藤 王藤这臭小子坏主意可多了 王藤无奈笑着谈了一下九头龟的脑袋 没好气的说道 哪次有好处没有带你一起 你个小没良心的 好意思说我 王藤的力气有些大 九头龟立马就缩进了自己的龟壳里面 嚷嚷道 你打疼我了 我不管 这些都是我的辛苦费 见九头龟这个样子 王藤直接被气笑了 又不是不给你 你拿十个也没有用啊 拿去修炼三个顶天了 而且吸收过多会有更多的危险 你不会不知道吧 好了 别气了 我知道你要分给吞金兽 我是那么苛责的人吗 其余的你也没有要的必要 但是临风他们需要 所以别闹了 王藤却说着九头龟 他知道九头龟现在是气头上 所以好声哄着 九头龟想了一下 点点头 又吐了四个出来 急忙说道 好了 只能给你这么多了 你那里几十个 有我这个不多 好了 好了 我要休息了 你自己去分吧 王藤敲了敲九头龟的龟壳 见九头龟没有什么反应 便没有再说什么了 此时夕阳已经彻底下去了 天悄然黑了起来 黑暗中的森林更加危险 不知道这些味道飘出去会不会吸引其他的人或者凶兽 不过王藤不怕那些 王藤现在只想回到大部队去 好好研究一下极品玄金暗金 看看境界能不能升上去 今天跟杨旭比试的时候 虽然没有太吃力 但是只要杨旭拼尽全力 吃亏的还是王藤 这样的感受 王藤不想再感受一次了 加上他能感觉得出杨旭他眼中的疯狂 对天才的疯狂 为了不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 王藤收起了闲散的心 决定好好将自己的境界提升上去 王藤手一挥 将吞金兽召唤了出来 笑着跟九头龟打招呼 看 吞金兽出来了 你不许欺负他 王藤有些不放心地叮嘱着九头龟 九头龟心是好的 但是有时候他这个嘴就是很欠 明明在吞金兽昏迷的时候 九头龟那么担忧 但是只要吞金兽一醒 九头龟又开始傲娇了起来 也不知道这臭毛病什么时候能改 你龟爷爷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九头龟感觉到王藤话语中对自己的冒犯 冷哼哼说着 王藤将九头龟和吞金兽都放到自己的肩膀上面 任由他们两个自己交流 朝着皇室的方向走去 在王藤前脚离开 后脚从去坑的另一侧就出来一对人 足足有二十来人 每个人他们一着光鲜 但是他们督护着中间的人 想来那人就是他们的领头之人 不过他们的姿态也不像是历练的 仿若是来游玩一般 跟孙林格格不入 一看就是身份金贵之人 很是高调 他们点着火把 走了出来 有人不小心踢了一下石子 石子随着重心掉落到了巨坑里面 传来微弱的声音 公子 小心 这里有个巨大的坑 在前面探路的人立刻停住了脚步 天黑得很快 明明刚刚还有些余光 此刻完全黑得彻底 根本看不清前方的路 也是有刚刚那个石子 他才反应过来 哦 好臭 公子 要不先离开这里 前方探路的人随后闻到了坑里面传来的味道 腥臭味夹杂着不可言说的味道 探路的人直接被熏到上头 他们都看像被保护在中间的人 那人长相清秀 穿着气质尽是不俗 此刻的他捂着自己的鼻子 有些嫌弃的看着探路那边 他离得有些远 完全看不清前面 他皱眉 闭眼感知了一下 神情民众说道 这里就是我们之前闻到的味道 能飘那么远 想来这里状况之激烈 不过有人刻意抹掉了这里的一些气息 想来有什么好的东西 不然也不会死这么多人 那大哥 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吗 天已经完全黑了 想来这次抢夺不是一波人 我推测他们已经是强功之弩 我们趁机前去兴许能够抢夺宝物 那公子旁边的人眼神闪过一抹算计 想来是公子的弟弟 但其气质完全跟那公子不同 不可 不清楚来人 不可冒险前去先远离这边气味之处 休息 等明天天亮再说 那公子冷冷瞥了一眼 刚刚叫他大哥的人 直接命令道 所有人都听从命令 虽然有人想说什么 都直接被那公子无视 所有人又有序朝着森林里面退去 连一会儿的功夫 森林又安静了起来 将这一切收入眼底的王腾闪过一些疑惑 见他们都没有再往前了 便消失在了原地 九头龟站在王腾的肩上 一脸得意洋洋说道 看吧 还是我老龟厉害 我就说有人来了 人还不少 王腾刚刚准备离开的 他那个时候想着修炼的事情 所以就没有理会外界的动静 还是九头龟提醒王腾有一批人来 王腾才知道原来他们巧然靠近他们这边了 便躲起来观察一番 看这么得意的九头龟 王腾便笑了 是是是 你最厉害 待会儿回去奖励你一颗修炼药草 呸 你龟爷爷我什么修炼药草没有见过 就这么打发我了 抠门 九头龟还想说什么 就被吞金兽的尾巴扫了一下 九头龟便不说了 盯着王腾的脖子真想一口咬下去 但是王腾有不灭金身 最先灭的就是他脆弱的牙齿 咦 姓王的 你说他们都是哪家的A 我怎么感觉比公主他们的穿着都还要好呢 九头龟没有在奖励上纠结 他有些好奇那些人的身份 一下子进入秘境中那么多人 想来家底也是不低的 第2884章族徽 王腾见九头龟这么好奇 耸肩 我也不清楚 不过希望不是敌对方吧 我想专心修炼 不想弄出其他事情 王腾话音刚落 他们就到了大家休息的地点 九头龟还想说什么 身体就悬空了 他吓得立马大喊 王腾 你龟爷爷我被人抱走了 王腾只是笑 并没有理会九头龟 九头龟想破口大骂 眼前默然出现一张惊艳的小脸 九头龟立马矜持地将骂人的语句吞入腹中 原来是王腾他们一现身 公主就注意到了王腾肩膀上的九头龟和吞金兽 他只是听林峰他们说过 并没有见过 所以见他们都出现 在九头龟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将九头龟抱在自己的怀里 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画面 九头龟和吞金兽分别在公主的左边和右边 仿若吉祥物一般 公主 不用这么小心翼翼 他们年龄说不定都有恩年长老那般大了 不用当成寻常宠物 王腾怕九头龟冒犯到公主 见公主这么小心翼翼捧着他们 没有忍住嘲讽说道 九头龟想骂王腾 但是看到公主这么可爱美丽的面旁一脸笑一地看着自己 就忍住了 任由公主抚摸 吴恒 你看看 九头龟那个老龟现在多么享受 王腾拉着到吴恒吐槽说道 大家都笑了 虽然对九头龟和吞金兽很好奇 但是现在在公主的手里 他们也不至于跟公主去抢 吐槽完 王腾便没有管公主这边了 九头龟和吞金兽的出现 吸引了一大批的人凑着看热闹 王腾拉着道吴恒来到皇室几位长老的面前 几位长老也有些好奇吞金兽和九头龟 但是碍于面子 他们不能跟小辈们去争抢 王腾他们坐在几位长老的对面 凯西依依依不舍收回自己的视线 有些好奇地问着王腾 那俩凶兽真的比恩免大 差不多吧 不过那只王八是活得很久的 王腾说完 大家都笑了 我们过来的时候 刚好来了一群人 看样子是因为我们白天的动静 将他们给吸引了过来 开始说正事 王腾便将见到的那批人说了出来 他对暗喻的了解不如面前的几位长老 所以将这些说出来 也好让大家有个准备 嗯 几位长老的注意力瞬间转移 有些好奇 他们打斗的时间不短 王腾离开那边也是天黑了 这么看来 若是一直赶路在天黑前赶过来 想来路程不近 这么一来就有些问题了 远处的人都能被吸引过来 他们相信在附近肯定还有其他人或者家族的 他们并没有出现 想来是回避他们这边 那么赶路的那群人完全不具为之的一切 看来家族势力不低 我大致看了一下 有二十来人 我们来密境这么多日子 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危险的情况 他们却一直保持这么多人 看来实力也是不俗的 王腾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大家表示认同 就是他们皇室 有这么多场老护着 还有那么多士兵 在此之前也折损了一些人 人数锐减 有看清楚他们的族徽吗 恩年严肃的看着王腾 不过对此也并未抱有太大的希望 他们进入密境中大家都心照不宣 并没有穿家族的衣服 一是为了防止其他家族的报复 二是防止别人联合起来一起抢夺 大家族虽然有威势 但是在密境中保不起有不怕死的人 觉得大家族找的宝物多 大家聚集一起来抢夺 这样的情况在多年来一直存在 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没有穿本族的标志 不过穿着和气质相较于其他人还是有些不同的 没有 他们都是穿着素衣 不过穿着素衣也能看出其不同 我也是提醒一下 他们现在休息 估计明天会赶路 到时候说不定会碰上 王腾将自己看到的都说了一下 其他长老都沉默不语 他们在回想王腾的描述会是哪个家族 王腾松了一口气 浑身轻松 见大家都在沉思 变笑了 一挥手 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堆极品玄金暗精 散发振振灵力 完全没有受到他们打斗的影响 几位长老还有到无痕 见到这么一堆极品玄金暗精 被王腾随意放在地上 瞬间到吸一口冷气 你居然将这些都带回来了 中途没有出现其他状况吧 恩免他们并没有贪婪的看着极品玄金暗精 而是担忧的看着王腾 之前的情况他们都是看见过的 那些弟子因为拿了极品玄金暗精而 有什么用处 但是九头归不一样 他对这些药物免疫 并不是他怕脏 不过有这么一个宝物 不用浪费了 其他人便放心了 他们将视线移到极品玄金暗精上面 几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将恩免推了出来 恩免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有些不好意思地对着王腾说道 王小兄弟 我们可以花钱买这些极品玄金暗精吗 在他们的想法中 出力想法子的都是王腾 他们还是要脸的 不是让账着地位让王腾直接分给他们 而是决定花钱买这些 王腾有些意外 他本来是想直接对半分 皇室一半他们一半 不过既然恩免都这样说了 他也不矫情 随意说道 你们看着给吧 我要留一半给我们的人 恩免一听王腾这话 就知道他们没有狮子大开口 而是让他们定夺 没问题 我们按照市场嫁给你 多谢王小兄弟 恩免他们知道这是王腾的仗义 要是王腾不仗义 他们根本就不会知晓王腾拿到了极品玄金暗精 而且王腾还直接放在地方 明显是要跟他们分的样子 也没有提要求 但是他们不想占这个便宜 毕竟王腾身上的价值比这些极品玄金暗精还要高 第2885章达成协议 双方就这样达成了协议 皆大欢喜 恩免他们直接给了王腾一个储物袋 王腾看了一下 挑眉 双眼都亮了 没有想到恩免他们还是挺大方的 皇室不愧是皇室 储物袋里面的宝物都是无极先公和少公家族不能比你的 光是修炼药草拿出去都是极其珍贵之物 更别说其他的法器了 王腾将储物袋收好 将一半的极品玄金暗精豪爽递给了恩免他们 恩免笑呵呵拿着极品玄金暗精说道 小小意思希望你不要嫌弃 客气了 对了 这些极品玄金暗精足够你们突破境界 到时候面对杨旭这样的人就不用顾忌太多 王腾摆摆手给他们提出建议 他们几位长老多年的修为一直停滞 目前就是缺乏一个契机 一个影子 这极品玄金暗精就是那个影子 能让人突破一切的瓶颈 境界大声 不管在哪个地方境界一级是能压死人的 为了不被人欺负 能够获得足够的尊重 他们就要不停修炼 极品玄金暗精之多 哪怕是恩免他们五位长老都吸收了 也还会剩余一大半 所以王腾便给了一个合理的建议 多谢王小兄弟的提醒 恩免感激的看着王腾 他们不由地庆幸 虽然当初跟王腾他们有些不愉快 但是好在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 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朝着更坏的方向走去 而是互相帮助 你们接下来打算如何 逆境中的秘密我们也已经知晓了 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来进行下去 你们觉得呢 王腾收敛了笑意 开始说起了正事 逆境中虽然有些奇怪的地方 但是他们对那人是死是活不是很感兴趣 之前热衷于搞事情是因为秘境中没有其他事情了 正好无聊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你们能够推测出秘境的入口什么时候打开吗 王腾见对面的长老们有些犹豫 继续问道 他们已经进入秘境快三个月了 不知道距离下一次入口打开是什么时候 也许一年也许几年 王腾他们之前没有事先了解过 所以不清楚这边的情况 这些家族的长老既然能够推测出秘境的存在 还能够知晓里面的大概情况派家族的长老一同前往 就知道他们知晓的事情肯定比他们现在知道的远远要多得多 其他几位长老面面相去 恩年收敛了笑意 有些为难的看着王腾 正色道 王小兄弟 不是我们不愿意说 这些都是个大家族不能说的 不过你放心 短时间内是不会开启的 足够时间让你晋升 王腾见词也就没有继续追问了 既然都这样说了 看来这秘境还真的有些猫腻啊 不然地图哪里来的 怎么推测秘境的事情 以及秘境入口开放的时间等等 王腾摸着自己的下巴 回想着恩年的话 既然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晋升 那么就说明秘境开启的时间会在很晚之后 不过他有些好奇 这秘境中没有多少宝物了 后面这些日子他们待在里面要干什么 恩年对上王腾探究的眼神 善笑 有些为难 有些事情他们真的不能说 毕竟是机密 他们也有些为难 好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修炼了 我们明天会找个隐蔽的地方 至于你们 就看各位长老的决定了 既然还不到知晓的时刻 王腾便不纠结了 将自己的决定跟他们说了一下 至于皇室是继续寻物 还是跟着修炼 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了 说完 王腾便带着到吴恒 离开了长老们的位置 去找林峰他们 吴恒 待会儿你跟林峰他们说 我休息一会儿 王腾伸了身懒腰 将这个活丢给了到吴恒 至于九头龟和吞金兽 他看他们在公主他们的手中很是享受 也就随他们了 到吴恒见王腾脸上有些疲惫 赶紧说道 公子 你赶紧去休息 那边帐篷是专门给你的 晚上好好休息 王腾还想说什么的 就被道吴恒一把推到了他说的帐篷里面 随后便离开去找林峰他们了 王腾看着道吴恒的背影轻笑了一声 也就没有抗拒了 他伸了一下懒腰 想到明天就能用极品玄金按金突破自己现在的境界 他有些激动 面对杨旭的一些无力感 他还是有些在意的 之前也有过跨境界对抗 但是境界越高 跨境界对付就会有些阻塞 不过这些对于王腾来说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只要他突破了现有的境界 那么杨旭乃至其他的人对他来说都不是威胁 王腾心情很不错地打坐 没有理会外面的喧嚣 见到吴恒从帐篷里面出来 林峰他们便抛下了九头龟和吞金兽 凑到到吴恒的面前 毕竟在他们的眼中 王腾可比九头龟和吞金兽重要得多 怎么样怎么样 王兄有说什么吗 是啊 看公子有些疲惫的样子 是有些累了吗 你这不是废话吗 多问点重要的事情 我好像听到公子说了什么明天找地方修炼 怎么回事 对啊 我还看到了有几品玄金案金 拿了那个东西对公子没有造成伤害吧 双引号点双引号 今天他们没有机会凑到王腾的旁边 也没有帮助到王腾他们 所以内心很是担忧王腾 放心 没事 公子只是有些累了 没有受伤 道无恒温和笑着说着王腾的情况 然后将王腾的决定说给他们 公子想着明天找个地方修炼 你们怎么想的 若是觉得短时间内突破不了的 可以跟着公主他们 从刚刚王腾跟长老们的对话中 他也能够看出来那几位长老都心动了 毕竟他们停留在这个境界已经太久了 光靠顿悟还不知还会有多久才能够晋升 既然秘境终是来历练的 他们手上还有几品玄金案金 那么他们也不会抗拒这么大一个诱惑 虽然现在还在犹豫中 但是他相信 他们会跟王腾的想法是一样的 第2886张反被敲诈 那肯定是跟着公子的 没错 虽然我们热衷于搞事情 但是对于修炼这方面还是不能落下的 明天什么时辰呀 双引号点双引号 众人七嘴八舌的开始聊了起来 将到无痕的注意力拉了回来 见他们情绪这么激情高涨 到无痕提前打好招呼 你们自己承诺的啊 别到时候公子严格要求了 你们就要找各种借口啊 之前在轮回真戒数年 刚开始有他跟王腾盯着他们修炼 累的时候他跟王腾都是睁一只眼 没有强求 到后面他们到达了瓶颈期之后 王腾和他才没有强求大家继续修炼 一晃数年过去了 林峰他们的修为还是停留在轮回真戒时的样子 在暗喻中的日子之精彩 根本就没有时间省下心来修炼 无痕兄 你小瞧我们 林峰哼哼唧唧的看着到无痕 控诉着 到无痕面无表情将林峰的脑袋推开 冷漠说道 我是小瞧你 说完 就转身离开 留给林峰一个潇洒的背影 见此 大家都笑了 驱狗和李麻他们很是激动 毕竟跟着大佬搞事情许久 还从来没有跟着大佬一起修炼 不知道会不会现场指点几番 他们虽然修为是有了 但是论实战经验 还是王腾老练 A林峰 你说公子会让我跟李麻一起修炼吗 驱狗内心有些忐忑 虽然跟着王腾已经有些日子 也融入了他们这个队伍 可能是跟王腾的接触太少了 驱狗和李麻他们面对王腾的时候 总有些小心谨慎 生怕惹王腾不高兴 然后不让他们跟着 李麻跟着期待的看着林峰 之所以不问古剑先宗的弟子 已是因为古剑先宗是先界之人 跟着王腾他们一起进来的 李麻他们没有共鸣感 二是林峰是在暗狱中半途加入王腾他们的 所以林峰的体验感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 林峰面对询问 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吴云说道 许狗 你都跟王兄多久了 还问这么愚蠢的问题 若不是接纳了你们 王兄会让你们一直跟着 还让你们接触到九头龟吞金兽 你说说你们 刚认识的时候 那个自信进去哪了 林峰说着说着就笑了 跟古剑先宗的弟子一起闹许狗和李麻 就是啊 你是不知道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们那个憋屈的样子太好笑了 黑历史绝对黑厉害想敲诈一番结果反被敲诈 哈哈哈哈 说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想起前因后果都没有忍住笑出了声 屈狗笑骂一声干谁知道随便敲诈的一个人就是大佬啊 你是不知道跟公子打斗时候的窒息感我永远都记得 屈狗回忆起跟王腾的初次见面 有些汗言 放心吧 王兄一向大方 我们先去歇息 等明天再说 不要想太多有的没的 林峰双手搭在屈狗的肩膀上 拍了拍 然后推着屈狗朝着他们的帐篷走去 几人吵吵闹闹回到自己的地方 夜晚的寂静令人紧绷的神经松懈了下来 在林峰他们被叫走之后 公主就没有注意这边的动静了 他对着九头龟和吞金兽满是好奇 吞金兽伸了伸懒腰 打了一个哈欠 眼神瞥了一眼不停摸自己猫的公主 淡墨地舔着自己的爪子 很是优雅慵懒 哼哼 高雅的氛围被九头龟气呼呼的声音给打断了 他九个脑袋都叹了出来 对着吞金兽的位置就是仰头面试 公主见九头龟这个样子 没有忍住笑了 经过刚才的时候 他们已经熟悉了 公主有些好奇的问九头龟 龟神 你跟吞金兽的相处模式好奇怪哦 被公主恭维的龟神弄得有些飘飘然 这才是人来见到他老龟正常的反应好不好 那个王腾什么反应 简直就是俗气 小公主 不奇怪 这只吞金兽冠是会假模假样的 这夫人处无害的样子 都是装的 你是没有见过他能吞灭一切的时候 说起这些 九头龟就来了精神 开始跟公主控诉王腾那王八高子的一些可耻的行为 顺便拉踩了一下吞金兽 吞金兽听见 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一巴掌直接呼到了九头龟的头上 朝着九头龟呲牙 九头龟一个没设防就被吞金兽给拍到了 他立马兴奋起来 高声对着公主说道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看他还温顺吗 仿若逮到了什么把柄一般 九头龟心情很是不错 公主见他们这样的相处模式对王腾更加羡慕了 这么姐们的两只凶兽 能力强大还温顺 王腾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若是王腾知道了公主对九头龟他们的评价 恐怕只会吃笑一下 然后继续干自己的事情 九头龟仿佛找到了知己一般 跟公主说了许多仙介中的事情 还有她多年的事情 公主听得津津有味 士兵们都过来催促公主休息 好几次了都没有让公主行动 正讲到信头上的九头龟突然停住了声音 九个脑袋高高扬起 弧度比之前还要比直 怎么了公主有些奇怪九头龟的动作 好奇询问着 四周静悄悄的 只有公主坐着的地方是有光的 士兵们将公主的位置包围着 形成一个安全的位置 长老和王腾他们因为明天的事情都进入帐篷中休息了 九头龟的突然安静 让周围崇宁的喧嚣更加明显 略微有些风声 公主从九头龟的眼神中看出了严肃 于是公主便没有继续追问 耐心等待着九头龟的反应 握过一会儿 九头龟的脑袋就正常了 淡定对着公主说道 待会儿有客人要来 估计会很热闹 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了 小公主 很高兴认识你 九头龟态度温和 跟着公主道别 转头对着吞金兽就变了一副脸色 走了 找姓王的 公主还有些奇怪为什么 九头龟说走就走 想来是真的有人过来 不过这么晚会有谁过来 公主还想继续问 一个走神的功夫 在抬头 就已经没有了 九头龟和吞金兽的身影 第2887张心软 消失的九头龟和吞金兽 出现在了王腾的帐篷里面 王腾立马睁开眼睛 并未说话 又闭上了眼睛 哎哎王腾 你咋看见我们不意外呢 九头龟有些好奇的看着王腾 王腾轻笑 并没有理会九头龟 吞金兽静直朝着王腾走去 然后趴在王腾的旁边 淡淡的看着九头龟 九头龟被这俩的反应 弄得没有脾气 无奈跟着到王腾的旁边 一起趴着 九头龟打了一个哈欠 悠悠说着 有人要来这里 估计不是找你的 所以我们就回来了 知道了 王腾轻声回答了一声 哪怕是找自己的也没事 不过既然不是来找自己的 至于什么情况 明天就会知晓了 所以王腾安心的休息着 不理会外面的纷纷扰扰 另外一边 被告知有人要来的公主一连猛 主要是九头龟他们的动作之迅速 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就不见了 站岗地士兵安慰着公主 狂妄笑着 我们都在这里守着 外圈还有人站岗 如果有人要来的话 我们肯定都知道的 公主 根本就没有人过来 那只乌龟可能就是想回去休息找的借口 吃啊公主 赶紧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等长老的吩咐呢 其他士兵跟着劝戒着公主 之前有九头龟和吞金兽陪着公主 公主性质高 所以才没有出声劝公主去休息 现在正好让公主回去休息 公主被其他人劝着 想到这个原因 觉得这个九头龟是有些好笑 找这么一个容易拆穿的借口 刚刚聊得很尽兴 没有注意到周围的情况 公主现在才发现除了他周围都一片寂静 他准备往回走的时候 几道身影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士兵立刻上前隔开了他们与公主的距离 一脸警惕地看着来者 第二天天亮了 外界开始喧嚣了起来 王腾利落起身 将还在昏睡中的九头龟和吞金兽扔在了自己的肩膀上面 就这么出去了 王腾一出去 就看见外面围着一圈的人 他有些诧异 都在干啥呢 见王腾出来 喧闹瞬间消失 王腾一时失笑 这么给面子 不用理会我 王腾摆摆手 就走到了恩年长老他们身边 好奇询问着 昨天是谁来找你们的 昨天有人的确来了 找恩年他们 不知道达成了什么协议还是有什么事情 不然今天天刚亮这么多人就站在外面了 恩年捋着自己的胡须 笑呵呵地看着王腾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昨天确实有人来找我们了 我们也有些意外 你猜猜 恩年并没有直接回答王腾的话 而是让王腾来猜猜是谁来找他们的 让我猜的我肯定猜七绝门啊 王腾耸肩 并没有过多思考 直接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理由 恩年眼神闪烁 依然笑着看着王腾 还真是七绝门啊 看来我的猜测还是挺对的 王腾心情瞬间愉悦了起来 在他们谈话的间隙 林峰他们从人群中挤到了王腾的身边 对于今天要开始修炼 他们很是兴奋 什么猜测啊 驱狗有些好奇的看着王腾和恩年 他们没有听到前半段 所以不知小王腾和恩年在说什么 不过看两人一脸神秘莫测的表情 想来这是不简单啊 你猜 王腾扬眉 笑咪咪将刚刚恩年说给自己的说给了他们听 王兄 我们先跟着无痕兄去找位置了 林峰拉着徐狗跟着王腾打招呼 还一边对着徐狗说着 走了 走了 那么好奇干什么 没有见到王兄也不知道吗 王腾本来还想逗逗他们的 结果他们跑得太快了 见状 王腾无奈摇头 你们感情真好 恩年有些感慨 眼神终满是怀恋 就被煞风景的坎西一把拍了一下脑袋 语气狠冲说道 啥感慨啥 说正事 面对王腾的时候 态度立马转变 昨天来的是七爵门的大弟子一伙人 想来找我们合作的 合作 他们七爵门不是一向排外吗 怎么会想着跟你们合作 王腾虽然猜到了七爵门 但是没有猜到来意 还以为他们是来找恩年他们交换极品玄金案金的 毕竟从一开始他们的目的就是极品玄金案金 不清楚 昨天来的人也不多 应该就是跟大弟子关系紧密的几人 恩年温和没有脾气 只是手轻轻一抬刚刚还在跟王腾说话的凯西就没有发出声音了 凯西转头焦急的看着恩年 恩年一脸淡定对着王腾笑笑 此人话有些多 我跟你说重点吧 凯西拉着恩年便被其他长老笑呵呵拉到后面去了 边拉还边调侃说道 你说说你 老是跟恩年作对 这是嫌你话多 忍忍 一个时辰很快的 还记得对付石人花的时候 少工灵对着七爵门他们说的话吗 加上这次确实是杨絮不厚道 让晚辈冒这么大的危险还不出现 七爵门的大弟子我有接触过 是被当成掌门来培养的 人品还是不错的 这次来也不是找我们要极品玄金暗金 恩年说着说着就叹息了一下 昨天他们被救上来之后 就去找杨絮了 杨絮一直守在杨雪仪的身边 见他们损失了这么多人都没有得到极品玄金暗金 还都灰头土脸递回去 当即训斥了一番 便说后续不会再管他们了 于是那大弟子便带着自己的亲信来找我们 我也是昨天才确定这七爵门还真指来了一位长老 那大弟子便想着跟我们一起 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跟着 不会打扰也能照看 听到这话 王腾便皱眉了 我猜他们肯定回去看过现场了 没有发现极品玄金暗金才来的 不然因为长老的训斥就找外人帮忙 表现出这么信任 我觉得有问题 王腾给恩年他们提个性 跟他们相处久了 便知道恩年他们这样的长辈心是最软的 七爵门都这么上门求帮助了 恩年他们肯定不好拒绝 恩年叹息一声 我们也知道事情不简单 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八八八章有感而发 不过放在眼前也行 不管他们有什么动静 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如果七爵门真的就只有一位长老前来 有杨旭在 也翻不出花来 王腾对此无所谓 不管他们有什么目的 既然改来就要接受这样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如果此事是真的 他们也算做了个人情 有七爵门大弟子在 想来以后皇室有什么事情 七爵门的掌门也会出面的 经过王腾的一通分析 恩年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还是犹豫了一下 如果 我说如果啊 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冲着极品玄金案金来的 猜测到我们会进行晋升修炼 所以想在我们都决定闭关的时候前来 恩年没有说完 但是他的意思大家都懂 毕竟在闭关中被人打扰是会出人命的 加上七爵门还有杨旭在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也是有机会的 不排除这种想法 单看你们的决定 我会带着林峰他们找一处隐蔽的位置 若是我们出来了 逆境出口还未开启 我们到时候就去找你们 若是到时候你们都出去 到时候再暗欲中见 王腾对着恩年他们拱拱手 继续说道 今天就在这里跟你们告个别 想必你们还有许多事情未做完 我们暂时就在这边分开了 恩年他们有些错愕 昨天王腾跟他们商量的时候也没有说不一起走呀 怎么今天突然就要分开了呢 啊 你们在这附近也是可以的呀 我们还可以保护你们 若是你们在修炼的途中有人打你们的主意怎么办 不行 你们这样根本就不安全 你想想杨旭对你是在必得的样子 有我们在他还会顾忌一些 若是没有我们你们几个就是去送菜的 恩年语气有些重了一些 他不想让王腾他们离开 有王腾他们在 他们的队伍都活跃了许多 他也是真的将王腾他们当成亲近的小辈看待 要是被杨旭给掳去了 虽然他们五个很看重王腾 但是毕竟陛下没有见过 不会像当年要羊血移动进那般大 进入了七绝门 那可就是有去无回了 王腾看见恩年那担忧的神情不似作假 安慰说着 放心吧 我们不在秘境中 我们只是找个地方进入轮回真戒中修炼 杨旭他们是不会发现我们的 之前已经告诉给恩年他们轮回真戒的事情 王腾这次说出来毫无负担 恩年他们恍然大悟 王腾所说的就是之前少工家族他们对外宣称的法器 恩年皱着的眉头立刻松散 笑呵呵看着王腾 好 好 这样我们也放心了 不过若是你们不知小时间 错过了出来的时间怎么办 恩年不由得开始担心另外一件事情 王腾摆摆手 没事 我们会派人随时出来的 修炼晋升也是看缘分的 见王腾一切都安排好了 而且趋意已决 便没再劝阻了 好 你们有把握分寸就好 今日一别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 一谈到离别 活了数年的恩年他们还是有些伤感的 这么好一个苗子 他们多想拐回皇室啊 我们之前说的话永远算数的 我们随时欢迎你们 期待与你们的下次相聚 恩年诚恳的说道 王腾与恩年他们拍拍手 好的 有缘再聚 千别宣扬 就说我们只是找个地方修炼 王腾握着恩年的手拉着身边 小声叮嘱道 放心 我有分寸 恩年对着王腾保证说道 轮回真界的事情知道越少的人越好 这样也可以迷惑潜在的敌人 让他们无处下手 王腾见该说的都说了 拍了拍恩年他们的肩膀 笑着说 走了 王腾朝着说说笑笑的小伙伴的方向走去 背对着恩年他们挥挥手 恩年他们看着王腾很快走到林峰他们的身边 不知道说什么 大家都一脸崇拜的看着王腾 眼神里面满是敬意和信任 真是后生可畏啊 恩年旁边的长老感慨的看着 眼神中满是回忆和向往 恩年的情绪也被勾了出来 笑着说 我们在他这个年岁的时候还在烦恼成长的事情 他已经成为队伍的主心骨了 无有预感 这小子 这小子能在暗狱中掀起颇天巨浪 暗狱已经成为死水很久了 有这么一群无畏的青年 不错 只要跟我们不是敌人就行 想当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完全忽略了这小子能单挑良家的四位长老 他身边的那位也不简单啊 哈哈哈哈 当初我们不也仗着皇室的身份去要求他们吗 果然 人老了啊 越是地位越高越是忘记了初心 其他人跟着感慨道 只有一旁被恩年禁言的坎西乌乌乌的 不知道说些什么 想来也不是多好的话 不过也没有人在呼王腾走到队伍中 看着大家期盼的眼神 有些好笑老规矩 进轮回真戒 好耶 这样就不用担心其他事情了 不过公子 我们若还是在里面待了数年出来 秘境都关闭了怎么办 等下一次秘境开启吗 那得多久呀 有人好奇的问着 这是他们目前最关心的事情 若是从轮回真戒中出来 其他人都已经出去了 就他们在秘境中怎么办 这些事情我们都考虑进去了 不用担心 走吧 王腾并未过多的解释 于是一群人浩浩荡荡在四周找隐蔽的位置 本来因为离别还有些伤心的众人 注意力也转移了 王腾跟道无痕走在后面 满脸笑异地看着活跃的众人 他们经历可真好啊 道无痕有些感慨说道 王腾抱着胳膊晃又走着 贴了一眼道无痕 你才多大 怎么跟恩眠长老一样喜欢感慨 有感而发 有感而发 道无痕偏了偏头 心情很不错 跟皇室他们都说好了吧 道无痕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筑紮的地方 别说 短暂相处的时间还是有些感情的 说好了 都谈妥了 哎呀 您有把握吗 王腾有些好奇问着道无痕 他已经瓶颈期许久了 还不知道用上极品玄金暗金会不会突破呢 第二八八九章修炼 道无痕耸了耸肩膀 一脸无辜地看着王腾 我也不清楚 希望最后有收获 对于他们来说 修为是最不可控的 哎呀 公子 前面有个山洞 古剑仙宗的弟子惊呼着 打断了王腾和道无痕的谈话 他们顺着声音朝着远处看去 在层层叠叠的的树木前 有一处被遮挡的小山洞 如果不是有人发现 他们估计就会错过这个山洞 走吧 王腾笑着对众人说着 大家都朝着山洞的方向走去 只有许狗和李麻他们有些不知所措 还有满脑子都是疑惑 最终 李麻放慢脚步 跟着王腾和道无痕的步伐 他有些紧张地看着王腾 公子 既然要进入你们说的那个什么轮回真戒 那我们为什么要找这么一处隐秘的位置 他们没有进入过轮回真戒 只知道当初跟王腾他们见面的时候 林峰他们是凭空冒出来 所以他觉得只要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了 不用这么大费周章找一处隐蔽的位置 王腾笑而不语 道无痕帮着解释道 秘境中不安全 谁也不能保证我们进去的时候没人 出来的时候就没人了呢 找一处隐蔽的位置 方便我们在不了解外界的时候 能有一个缓冲的时机 道无痕这么一解释 李麻跟许狗两人瞬间就懂了 连连点头 称在说着 还是你们考虑的周到 若是我跟许狗两人 我们肯定想不到那么多 直接原地消失 你们谦虚了 对了 你们安插在众人眼中的眼线没有问题吧 时间不定 你们要不要跟你们的眼线说一声 王腾看着李麻和许狗二人 他可没有忘记这两人之前的事情 不用 公子你放心 没有我们的指示 他们也会继续隐藏下去的 许狗拍着自己的胸脯打着包票 再次感慨王腾的细心 他们都没有想到这里去 内心一阵暖意 这时王腾在关心他们 那就好 这样暂时就没有顾虑了 不过我事先也跟你们说清楚 你们可以随时出来 若是出来遇到危险 这个拿着 我便会知晓 王腾随手递给了李麻一个物品 与其平和 他不会限制他们的自由 李麻和许狗毕竟不是古剑先宗弟子和林峰 他们都已经习惯了跟他的生活 而许狗和李麻则不是 他们或许不适应 所以王腾将这些情况事先说明一下 好的 谢谢公子 许狗和李麻立即感激说道 王腾在他们心中的形象更加坚固了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王兄 到了 林峰他们在前面率先到达地方 转头便看见许狗他们对着王腾感激的样子 有些好笑便出声提醒着他们 无事无事 驱狗急忙说着 几步上前来到林峰他们的面前 揽着他们朝着小山洞走去 内心松了一口气 他们也是要面子的 若是让林峰知晓了 只不定要笑多久呢 道无恒见到这个场景 笑着摇了摇头 王腾感慨道 热闹哈 这样才有意思 道无恒对于王腾的这番话很是赞同 若是没有一点生机 死气沉沉的 那么一路走过来也将毫无意义 众人站定 看着王腾 王腾手一挥 他们眼前的场景瞬间变了 许狗和李麻是第一次进入轮回真界 双眼朝着四周望去 仿佛怎么都看不够一般 惊叹着眼前的场景 公子 还是跟之前一样吧 我先带他们过去 道无恒正色的看着王腾 王腾点头 给了道无恒一个储存戒指 道无恒便带着林峰等人一起走了 他们跟王腾打了声招呼 就跟着道无恒离开了 老远还能听到他们吵闹的声音 王腾转身回到自己的之前修炼的地方 他环视了一周 还是他之前离开的模样 九头龟跟吞金兽找到自己的位置 安稳地趴着 环挺自觉的 王腾见他们两个这么自觉的样子 笑骂着 那可不 等我赶超你之后 我一定要打一次你 让你知道 你龟爷爷不是那么好惹的 九头龟坚定地说着 相信这次有了金品玄金案金 他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想法的 王腾没有忍住 用拳捂住了自己的嘴角 轻壳一声不错 有志气 那我很期待 王腾说完 便坐了下来 将几品玄金案金摆在自己的面前 给了道无痕他们一些之后 还剩下一些 够用了 九头龟见王腾坐了下来 神情专注 便没有再打扰 拿出自己从王腾手里扣的几品玄金案金 顺手给吞金兽丢了几块 吞金兽瞪着他的眼睛 歪头看着九头龟 九头龟一脸淡定说着 不用太感谢我 极品玄金案金 拿去 吞金兽听见九头龟这话 直接嘴一张 将地上的极品玄金案金直接吞没 见状 九头龟冲着吞金兽嚷嚷道 暴殿天物 简直就是暴殿天物 也不看这么多 你能不能吸收下去 王腾你看看 他这只蠢兽 一次性吸收不了这么多 到时候有他难受的 九头龟皱眉的看着吞金兽 王腾伸手一捞 仔细检查了一下吞金兽 见他没有什么事情 他就放心了 他没事 估计要消化一阵子 那就好 见吞金兽无事 九头龟也开始自己的修炼之旅 王腾并没有立即开始 他闭上眼睛 开始调转自己的体内的气体 先将通体脉络打通 为后续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体内的气体游刃有余 递在王腾身体内游走 王腾吐出一口浊气 通体舒畅 他已经许久没有这么畅快过了 他开始回想起跟杨旭的对决 从中进行分析 到了他这个境界 晋升只会越来越困难 杨旭恰好比他高一个境界 突破这个境界说不定能从杨旭那里找到一些启发 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 王腾睁开眼睛的时候 九头龟已经吸收完一个极品玄金暗金 周深已经被安影之力笼罩 看不清情况 而吞金兽的情况有些不同 仿若没有什么情况 吞金兽只是睡一觉一般 第2890章九头龟的蜕变 王腾有些不放心九头龟 担心九头龟出了什么事情 决定先在旁边观察一段时间 沉浸在修炼中的九头龟并没有察觉到王腾的动静 还在专注地根体内的气体进行较量 越是往上越是吃力 九头龟浑身都在颤抖 观察了几日 九头龟都是这个状态 王腾便没有再继续守着了 想来寄生也不会等太久的 于是王腾便拿出一个极品玄金暗金 极品玄金暗金通体散发着悠悠暗光 光是看一眼都令人心情舒畅 想来其功效之大 王腾将手覆盖其上 吸收着极品玄金暗金 极品玄金暗金的能量蔓延至王腾手臂乃至全身 与王腾体内的其他气体进行碰撞 相互试探 吸收完之后 王腾只觉得体内一阵热浪来袭 进入内里 灼烧着他的内心 王腾先用暗影之力与之进行安抚 两道力相斥 开始缠绕了起来 王腾皱眉 周身冒着浓郁的暗影之力 若是有其他人 就能看到王腾此刻的样子 跟九头龟很是相似 不过这些王腾都不知晓 哪怕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 唯一没有反应的吞金兽看看九头龟 再看看王腾 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痛苦 歪头思索片刻 瞳孔成树瞳 张开大口 吸取着九头龟身上的浊气 没有一会儿 围绕在九头龟身上的浊气便消失殆尽 剩下就便是纯粹的暗影之力 随后九头龟眉目松展 也停止了颤抖 好像薅瘦了许多 吞金兽观察着九头龟的样子 见他没有其他痛苦 便扭头看着王腾 王腾面上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周身的暗影之力 仿若要压不住一般 不停朝着四周扩散 仿若要膨胀一般 王腾竭力压制体内的躁动 但是周身好像要失控一般 王腾准备发力进行压制的时候 突然体内一阵轻松 虽然暗影之力还在跟极品玄金暗精之力 在进行纠缠 但是他们带来的压力悄然消失 面对这一变化 王腾敏锐地感知到了不同 想到外面的情况 瞬间有些了然了 于是 王腾便没有了顾忌 全然放开一直压制的力道 任由他们进行争夺 王腾用神石一直盯着 就看到了浑身发光的九头龟 有些好笑 他抚摸着吞金兽的身体 感慨道 谢谢你啊 帮助我减少了一些痛苦 不过你说你是一次性吞噬那么多 也没有见你有什么反应呀 难受的话跟我说 吞金兽打了一个哈欠 表示自己明白了 王腾眼眸含笑 语气温和 你看九头龟 现在是不是更像一只发光的绿毛龟了 正在发光的九头龟莫得睁开眼睛 气呼呼地看着王腾 你说我 你说我像发光的绿毛龟 我哪里像了 嗯 你不是还在吸收吗 怎么能分心 王腾有些担忧地看着九头龟 九头龟的注意力瞬间被转移了 笑呵呵说着 哈哈哈哈 没有想到吧 我现在可以分神查看周围的事物 也不用担心被打扰 九头龟一脸骄傲地看着王腾 表示自己现在的特殊情况 事事事 你最厉害 王腾见九头龟不像是有危险的样子 便放心了 起身 抱着吞金兽来到九头龟的身边 将吞金兽放在九头龟的身边 拍了拍养着的九头龟的脑袋 叮嘱说到 刚刚吞金兽吞噬了我们的浊气 既然你能分心 好好看着它 若它有什么情况 及时处理 好 你干什么去 九头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疑惑地看着王腾 王腾都这么说了 想来是有什么打算 王腾轻笑 能有什么事情 我们一闭眼一睁眼都过了几天了 我去看看林峰他们怎么样 这个极品玄金案 精能及大地帮助修炼 但是也是有风险的 修炼不当容易反噬 我去看看 是的 我也感知到了 虽然我现在五官比之前更加灵敏 通体舒畅 感觉气息更加浓郁 若是没有吞金兽 我估计还要过段时间才能自如消化 九头龟有些感慨说道 然后一脸正色说道 那你去吧 这里我看着吞金兽 王腾点头 没有再说话了 转身朝着林峰他们的方向走去 王腾没有带吞金兽 虽然吞金兽能吞是他跟九头龟身上的浊气 但是副作用暂时没有看出来 他不想吞金兽冒险 而且吞金兽吞了那么多精品玄金案金 虽然暂时看不出什么情况 就怕后面会进行反扑 越是想这些 王腾的神志越是清晰 他摇了摇头 让自己不要想这么多 经过这几天脉络的洗水 王腾能不用韵力就能知晓他们的方向 心情愉悦地朝着那边走去 没有一会儿 王腾就到了众人的面前 大家都坐着面上的神情皆是痛苦 想来强行吸收反作用还是很大的 王腾在旁边观察了一会儿 见他们没有其他的反应 便没有出手进行干预 正是关键时刻 若是他出手对他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他扫视了一下周围 没有发现到无痕 有些意外 到无痕一向放心不下他们 这次怎么不在旁边 周围没有到无痕的气息 王腾放出神石 覆盖周围 直接与一股强大的气势相撞 王腾收回神石 眉梦掩盖不住的喜意 他瞬间消失在原地 朝着刚刚那股强大气势而去 远远地 王腾便没有再往前了 道无痕坐在一个锯坑里面 放薄的气势就是从道无痕这里散发出去的 覆盖在周围 这个锯坑想来也是道无痕进行释放而成的 想来道无痕怕伤害道林峰他们 随即选择了这么一个地方 即能不波及到林峰他们 还能完全不用压抑体内抱走的气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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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